在资讯科技快速发展的趋势下 平板电脑与手机已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通讯设备 因此在南港展览馆 日前举办了触控面板的制成 设备与材料展览会 让民众能一看Touch Panel 在制造前端的秘密 2013年展览会中最吸引厂商投食问路的 就是XXY精密对位平台 而此系统的研发与规划制造 也是球运营团队多年来所长 并且温明亚洲 我们最主要的供应对象是以设备商为主 那比如说曝光机的制造 手机的制造 那印刷机的制造 还有面板 Touch Panel的制造 都是我们的供应的对象 1999年团队与台湾彰化成军 从早期单一零组件代理 到今日完整的对位系统 及次维米平台设计制造 以拥有相当丰硕之国内外专利认证 因为对位在我们制造过程里面 是一个不肯或缺的架构 那比如说在印刷 在手机 在晶片的制造上面 它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举例来说 大到一个PCB 小到一颗晶片 都需要用到这个对位系统设备 目前用在这个系统上面 就是做一个电测的功能 那我们人工把片子 放到这个平台上去之后 那我的平台它会 跟在上面的Mark点 或者是它的Pattern 做一个对位SYC它的动作 那对位完之后呢 它就会移到这个电测的系统底下 做一个电测电阻值的一个测试 它们卖的不只是成品 更是Total Solution 也就是解决方案 因此如何让对位平台 维持住长时间的对位精度 减少不良率 提高生产速度 进而降低业主的购置成本 是客制化的价值 SYC它在精密对位里面 并不是一个CP值 最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我们的SYC它 在对位设备里面 它因为高度太高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 这个高度降低 那进而造就SY的产生 2003年开始投入研发 XXY对位平台 自创品牌 并在2005年 成功突破了成本 与控制问题 达到正式量称 甚至于高雄金属中心 及其他科技大厂 一同成立触控面板 智慧型设备 开发联盟 全力研发 努力去创造 在研发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投入 事实上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创新 它本身呢 有两个S轴的方向 两个S轴的方向 一个Y轴 那Y轴的部分呢 它额外增加一个福利轴 那这个福利轴呢 它是不需要驱动它的 那S跟Y呢 它同时去驱动的时候 可以去把这个细大脚 去做一个产生出来 XXY三轴同动 甚至是XXYY四轴 来让系统更灵活的位移 团队不断创新 赋予产品新思维 带给业主更高的制造价值 我们在XXY机密对位上面 去年是一家创新 而且是一个领导的一个先驱 那过去十年来 我们一直孤单地走这条路 那一直到最近 这一两年 很多人看到 这一个区块的愿景 所以跟着一起投入 台湾几乎所有的制造业 都面临了人才断层的问题 除了兰岭阶层的工作 让不少年轻人却步 学校所教授的理论 与职场脱节 也是原因之一 确实我们在制造的 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大的落差跟断层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才 更优秀的人才投入 那我们也希望企业 在这一方面不要短力进次 然后努力地投入跟研发 因此从2011年开始 公司每年播出100万奖学金 举办论文奖 与大学合作 分为论文组与实作组 鼓励学生投入紧密工程研发 也为业界挖掘人才 像硕士生 他们都是会被要求 写一篇硕士论文 但是实际上 真正能够就是跳脱理论 达到实作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很缺帮的 全科技提供的一个机器设备 让学生他们提早在学校阶段 可以直接操作 产品多元化 专注致力于创新研发 协助客户获取高度企业价值与收益 以活力与热忱 带领台湾精密对位产业 走向国际市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